某某主持人一进来就 第一句话就说 你在里面是最不红的吧 然后我就 我当时我就懵了 这件事发生在2010年的虎年春晚之上 这一年小虎对齐聚 主持人的一句话让陈志鹏尴尬的不知如何回答 在被问到几人关系怎样时 陈志鹏也只能当作没听见 有一次苏友鹏在节目中上演回忆上 直接喊话吴气龙和陈志鹏一起吃饭 吴气龙立刻回应 你就是我兄弟 陈志鹏也表示兄弟相认太感人 让我先哭一会儿 然而看似其乐融融的三人组 很快就在采访中被陈志鹏打破 在被问到有没有参加小虎对聚会时 陈志鹏直接表示自己很忙 平常几人几乎没有往来 那谁只是礼貌性的回应 在被问到与苏友鹏联系多 还是与吴气龙联系多时 陈志鹏则说都一样少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曾经的三人组走到如今的地步 1988年台湾开礼公司 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 其中三位女生组成的小猫队大受欢迎 有人提应该加入三个男生 让节目阴阳平衡 于是开礼公司公开照片 从三千多名应征者中 选出了三名少年组成小虎队 18岁的体育生吴气龙 17岁的舞蹈生陈志鹏 以及15岁的初中高材生苏友鹏 一开始三人只是在节目中 干着打理幕后的搬运工作 没想到三人在节目中爆火 不断有观众来信 希望到现场观看 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小虎队的潜力 于是将他们全部签下 就这样 1988年小虎队成立 风靡一时 不仅仅凭两张专辑 就创下1500万张的销量 更是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 常常爆满的记录 青苹果乐园也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 无数青年学生身穿 印有小虎队兑会的T恤 三人的签名活动也是常常爆满 这也成了最早的追星现象 期间 苏友鹏白天读高中上课 晚上兼顾演艺工作 高考时更是被多台摄像头 对着直播写考卷 然而他仍然以最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台湾最好的 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 一度是当时青少年的榜样 三人组合的这种火爆的现象 一直持续到1991年 1991年 陈志鹏因为要服兵役 小虎队不得不宣布解散 1993年 陈志鹏归来 小虎队重新付出 然而到了1997年 吴气龙又要服兵役 于是小虎队再次解散 之后的三人也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1998年 苏友鹏因出演《环珠格格爆火》 而出演二胎的陈志鹏 却早早退场 苏友鹏转行做起了演员 导演和制片人 而吴气龙也开了自己的公司 唯独陈志鹏的星途最为曲折 你来了 我怎么敢做 在一档节目中 陈志鹏最为学员参加比赛 参赛评委却是苏友鹏 一时之间场面似乎有些尴尬 在见到陈志鹏时 苏友鹏立刻起身 说了一句 二哥来了 当陈志鹏演唱《大田后生仔》时 苏友鹏哭了 随后便全程为他欢呼 陈志鹏表演结束后 问苏友鹏 你为什么一直站着 苏友鹏回答道 你来了 我怎么敢做 你看啊 这从头到尾 苏友鹏都在站着 你一直站着 你来了 我怎么敢做的 不敢啊 他拿一句 我跟二哥通台 下次不知道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让陈志鹏一时之间 也眼眶泛红 一时之间 人们仿佛又看到了 那个曾经的小虎队 当年苏友鹏转行演员后 先后出演了 《环珠》 《情深深雨茫茫》 《绝带双胶》 《倚天屠龙记》等等 一系列曝光 而吴奇龙也成功打入电影圈 把工作重点 从台湾转移到了香港 而陈志鹏 却因媒体的一句 断章取义 星途近回 那我们工作排得非常满 他就第一句问说 你觉得你们现在那么红 粉丝追着你们 觉得粉丝怎么样 我那时候只是说了一句话 很烦 但是我后面还有说话 他把很烦捡进来 陈志鹏说粉丝很烦 哇你知道这个真的很可怕 媒体真的害了我一辈子 就导致我被公司俗人谩骂 当年小虎队爆火 媒体和粉丝无时无刻 都在拿三位成员做比较 博彦球的话题 成了媒体大肆炒作的对象 小虎队连轴转在途中 媒体问他 他们这么火 天天被粉丝追着跑 觉得怎么样 陈志鹏现实说了一句 很烦 随后又接了 能被喜欢很幸运 很开心之类的话 然而博彦球的媒体 只将很烦两个字捡了进来 标题更是博彦球的写着 陈志鹏说粉丝很烦 一时之间无数人脱粉 陈志鹏的事业也遭到了打击 然而他的坎坷远不止次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 陈志鹏可能早就火了 2000年 陈志鹏参演拍摄 少年英雄红文定 然而现场的道具 却突然出现故障 身为主角的陈志鹏 脸部被烧伤 眉毛被烧眉 两侧的脸颊也被烧伤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逐渐恢复 然而从那时起 他仿佛就换了一个人 再次出现的时候 陈志鹏彻底换了风格 总是穿着奇装异服 来吸引别人的目光 很多人疑惑 这还是曾经小虎队中陈志鹏吗 只有陈志鹏自己知道 没戏拍的自己 只能听从经纪公司的安排 为了维持生计 他走上了商业道路 公司也为了补眼球 多次让他穿上女性化的衣服 但陈志鹏本身身材比较魁梧 媒体更是为他打上了人腰 变性人的标签 面对一系列的流言蜚语 陈志鹏的父母被网络暴力 送进了急救室 而陈志鹏也换上了抑郁 后来老板给他 引荐了一位算命的先生 没想到大师一进门 就说陈志鹏不适合这条路 在场还有不少公司的老板和制片人 这下公司也不敢用它 让陈志鹏逐渐消失在了娱乐圈 不过虽然陈志鹏后来放飞自我 但他的立场却非常的坚定 早在2021年 他就在朋友圈晒自己打疫苗的照片 配文感谢祖国母亲的关爱 多次表明自己的根在大陆 在被质疑为何总是写方言时 他更毫不客气的说 自己是中国人 在演唱会上 他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在爱国方面 他从来都是立场坚定